最佳男子的日式丼飯 不只美味重量級 價格還超清明 它可是現在高雄最夯的排隊名店喔 厲害了喔 這個好厲害喔 超人氣丼飯 這個才200多 這個100多 我跟你講其實這個是現在 像這種的丼飯 日本也流行以前 我有一次在東京有吃過 差不多是一樣的喔 快台幣了600塊 然後在台北 最好要300塊以上 那還不快點丼筷子 這碗根本吃到賺到耶 對 它是瘦肉的牛香味很香 很香 然後烤得剛剛好 大概是5分到7分熟 對 然後裡面還保留一點點粉紅色的 咬下去就是外面 是一點點脆脆的 然後裡面是嫩的 然後一點都不柴耶 真的是一流的牛排的味道耶 這個是280 它成本怎麼賺啊 是嗎 老闆你這樣佛心 是來交朋友耶 除了東飯啊 這裡還有一款每天限量 要預定才能吃得到底 超棒餡花卷 這個一口吃得了嗎 吃不了了啦 有一點怎麼看到你大骨頭 有一點興奮 子儀哥啊 你這樣霸氣一口腮好Man喔 哇 那鮭魚的軟嫩跟它的汁 它就用炙燒把它的脂肪 全部都炙燒出來 所以外面有一層非常香的 鮭魚的油脂味 如果你覺得油脂不夠 馬上給你一個濃濃的起司進來 然後因為你嘴巴有那個熱嘛 那個熱是一下來以後 那個起司就會融在醋飯裡面 這個浮誇花卷不只長得細菌 連餡料都很講究 龍蝦沙拉洩漏玉籽 還滿滿身在沙拉 一口咬下實在是要哇塞啊 這一家的都是很厲害耶 除了像這種的飯以外 知一 我真的一直好奇 它是誰啊 這個是明太子氣氏烘蛋 也是店裡的紅排啦 看這柴魚在上面跳舞 就令人食指大動啊 它的雞蛋的部分 有一點玉子燒 但是它是有加高蛋的 高蛋的玉子燒是甜的 你知道配白飯啊 然後是南部人喜歡的鍋味 然後加上日本酒粥的麵仔汁 我也滿喜歡的耶 這個是鹹鹹甜甜 對 這個是鹹鹹甜甜 對不對 厲害了吧 厲害 這個是鹹鹹甜甜 夢多桑啊 你終於找到你的美食之音了 那明太子的鹹香 跟滑嫩的起司烘蛋 一起交織出了鹹甜廣香曲 好吃啊 所以老師 我是日本人 而且我對日本的東西很嚴格 過關 過關 過關好吃 上 連酒粥真男人都 當他們看掛補情的美味 看來大家一定要來給它踹踹看啦